不管你有Spotify啊, iTunes啊,然后SoundCloud啊,甚至是现在有叫做其他的共享平台,其实大家都很流行podcast去传播自己的想法,然后还有邀请你觉得符合自己这个社群的一些主题,然后跟他一起成长,或者一起分享一些意见,对,那我觉得现在大家有听过一个名字已经被讲烂的,叫做KOL,那KOL叫做关键意见领袖,好,所以就有很多网红人, 那都会叫做KOL,但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单子叫做COL,叫做Community Opinion Leader,就是很像是团妈的概念,就是很多社群,你知道一旦生了小孩之后,马上妈妈群就在一起了,为什么?因为有共同育儿的意见,所以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主题,然后互相交换哪里的尿布要便宜啊,然后小朋友晚上那个吐奶了,我该怎么办啊,然后那个,要不要先 未雨绸缪,去为了读某间小学或国中,所以我现在那个两岁的时候就签户籍到很大厉害,知道,就是各位伟大的辛苦的爸爸妈妈们,就是反正就是,他就会有一个事件,然后变成一个社群,然后互相协助或帮助,对,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在共感周里面,其实我觉得,我觉得你就也算是一个COL了, 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个在婷婷的位置在台南,然后她在台南的地方,我也因为在一个比较是在心灵互动成长的一个机缘下,所以认识到婷婷,那逐渐在她的那个,大概可能是一两年之后吧,或是在认识她之后,我知道她开始有自己组织 就是读书会的分享,所以我也蛮好奇,因为其实从小,大家长辈们或者是老师都有鼓励我们多读书,多看书,然后书中其实里面只有黄金屋,对,那其实都知道,但现在的人的阅读习惯根本就,你都要好好翻一本书或等等的,是有一点点困难的,嗯,可能有很多原因,因为太容易分心了,YouTube太好看了,对,所以呢,我特别在共感周邀请到一个, 婷婷这样的一个角色是因为,我从认识她到现在好几年,我知道她一直都有在台南分享读书会,那我觉得实属难得,因为我有参加过两次,对,我才参加过两次,那也是特地跑到台南读书家的,然后我就觉得她的读书会气氛好棒,重点是,有严格哦,就是,不看书不行哦,你知道,那个读书会之前不是说,今天没看,然后你就,你就说来,然后就说你没看, 还不行哦,那还有一些特殊的形式,所以,也只是用婷婷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我觉得超棒的一个facilitator,就是推动者,她到底在推动的什么样的议题,然后她都会为大家选哪些书,那我也因为参加到两次,我好喜欢婷婷,跟她的,嗯,这个空间氛围,去创造出来那种激动感, 因为我两次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感觉到那环境的变化,然后大家很自在,呃,边吃饭也可以聊得很深很深,然后天南地北,有些人也有感动到哭啊,有些人也会觉得,呃,为自己感觉到,就是,整理自己的心境的时候,会感觉到有一种,好像,互相知道,又开始调频,所以,我们先欢迎婷婷, 哈喽,哈喽,嗨,你好,给我介绍一下,读书会多久了,嗯,读书会哦,大概真的差不多,呃,2017跟你认识嘛,差不多真的刚好我们认识一年多一点点,2018的春天开始,大概三月,嗯,然后,呃,一直,一直到现在当然持续着这样,那今年年初有,有,有在做, 一个重整,永汉刚刚有提到说,我有一点,哎,就是比较,对读书会的成员,有一点,期许这样子,对,所以,所以,嗯,我希望,嗯,我希望,大家在这一条路上,就是可以,嗯,以此就是,义无反顾的前进这样,就,就真的会,嗯,深深的投入在内在的,这样子自己,大家一起, 而共振起来的,的频率跟氛围,可能,可能,可能,比较可以支持到彼此,对,你有参加过,其他的读书会吗,还是,这就是你,感,就是,自己第一次做这件事情,是年前, 这,这,这真的就是,讲起来很,是一个很特别的缘分,就是我,呃,在,我说,2017,2018,不大概三月我成立的,那其实在,前两三个月,我,我,我莫名其妙的去参加到一个, 贵妇的读书会,就是他们都是,服务社的,创办人的,老婆,这样一群,然后,对,因为,呃,刚好,他们第一次,呃,那一次邀请我的,的原因是,因为家里,我们就有那一本书,就是,好像是,医生跟,医生跟,呃,一个喇嘛,还有哲学家,他们三个是好朋友的一个对话,一本很厚的书,这样子,家里的,呃,无打无状进去了,这样,对, 对,那就很特别,他们,呃,聊的方式,就,不一定focus在书中,有很多是在,他们,他们感觉比较像一个聚会,嗯,嗯,嗯,对,那我参加了几次,这样,然后,几次哦,OK,对,我还参加几次,然后后来,觉得,啊,我可能是再没有办法,嗯,融入太多,太多,对,那个三姑六佛的,对,那个,对,所以,所以后来就跟,跟他们说, 跟,跟,跟他们说,哎,那,那也许,也许就是,可能就是,哎,之后,之后再,再出来聚,那我可能那边就先暂停,那就是这样,然后,下一个月我就成立我自己的联系,这样,啊,所以其实是,对,参与了人家,然后就觉得,那不是你自己想要的氛围,然后就,对,对,对,然后,慢慢走过来,哎, 因为,因为婷婷在这一个礼拜会跟我们分享的书籍总共有四本嘛,五本,OK,那有四五本的书,然后每一本书,呃,我觉得很多人或许自己曾经就读过其中一本,然后其实也都是耳熟能详的书,如果有对于就是心灵层面,或者对于这种意识啊,蜕变啊,或等等的,可能都会读到这些书,所以,嗯, 嗯,就是像,你还记得到现在,你的读书会的初衷吗?就是,当这个因缘机会,打,打造了一个自己的读书会,那那个初衷,如果是要问,哎,当时怎么会有这个,发想,其实,其实没有什么很深沉的,比如说,如果是,如果是,如果是,当时的感觉,其实我只是想要带你大家,读一些很酷的书,嗯,对,因为,我 感觉到就是从小到大,我们受到的,的观念,好像,其实,跟,真相,或者是,或是我后来体验到的,好像不太一样,不只是想要聚集一些,可能有,有,共同想要,想要更了解这个世界的朋友们,然后,当时真的是觉得,哎,我,我觉得,他们也有一点被我,被我骗进来这样,就是, 以说,哎,你们要不要来玩一个,很,很好,对,很酷的,读书会这样子,那里面可能会,会传递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资讯这样而已,对,那,那,刚才永汉有问说,那,其实我的初衷,那,呃,应该是说, 我觉得大家都很,很费力在过这个生活,包括我自己,尤其是以前更是这样,就是,呃,幸福好像,好像很难取得,应该说,呃,从小到大,比如说,比如说,我们在学生时期,那我们就要很,很用功,然后,如果你是一个 优秀的学生,那你可能就会得到幸福,当然,他不是这样,以言词啦,就是,但我的感觉是这样,那,于是乎,用功读书,然后, 考上,哎,还,还,还算,还算,可以的学校,然后,呃,接下来,接下来,可能就要,呃,受到同才的欢迎,或是,呃,有一个不错的恋爱的对象,那一路走来,我觉得,在同才的眼中,我都算是,他们,他们的眼中都觉得,我,我,我还,还算不错,在这几方面的,的角色方面嘛,对,然后,呃,大学, 毕业之后,找了一个相对来说,不管是地位,还是新资业,就是都算符合社会期许的,嗯,嗯,嗯,然后,到后来,可能自己都觉得,哎,不甘平凡,或者是,或者是想要创造更多,然后,出国了一下,然后,也在那边,成,就是,很顺利的找到一份,还,还,还蛮不错的工作,然后,或是,回国,我也,想要再用自己的,呃,力量,再多争取一些什么,所以,就是,当,也,无奈也, 都很,很顺遂就对了,但是,就发现说,其实, 其实,其实那些好像,并没有办法,让我永久的满足,或是说连,稍微的满足,都有一点,都有一点短就对了,对,我就觉得,哇,好像我的努力,似乎,错了方向,嗯,嗯, 所以你在讲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切到今天,就是,你的故事,我觉得很精彩,因为,其实你也不是说真的好像有什么多,多,然后讲说多大的逆境,可是你刚刚讲到有一些说,其实我们, 集体上有一些,集体的公式,好像照着做就会,怎么样,就很顺,那你在这里面,其实也是在一个,刚好是中间,就是说,也不是说大好,或者是大坏,可是,这里面你还是有一个, 状态,让你有一个机会,有一个时间点,重新去,反出,或者是重新再去省思,就你是谁,然后是谁给我这些公式的,然后所以,这些东西在推动我一些什么,然后时间点到了,那,这跟你,今天要推荐的两本书,觉醒的你,成夫的事业,我觉得很贪心,就是,第一, 你,然后就直接推荐两本书,你觉得,就是,这两本书,你,可以让,还没有读这本书,或者是,再读一次这本书的人,这两种人,他可以在这里面,可能可以,获得到自己的些什么,或共感到一些什么, 嗯,从觉醒的你,或成夫事业讲,都可以,好,就,其实,今天,虽然是,有点, 很开心,这样子,但是,其实,还是,以,这对,呃, 觉醒的你,为,为主,这样,那,为什么要带到, 成夫事业,那,当然,第一个,就是,他都是, 星格的作品,都是麦克星格,米奇的作品,这样, 那,呃,很多人,啊,我常常被问到, 一件事,就是说,哈,成夫, 就是,大家都觉得, 成夫,好像,就是,放弃,嗯, 然后,呃,我还会给他们一些关键, 是,我说,其实,在,在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 不是成夫而已,如果,如果你想要, 对,想要更多的成长, 你可以做到的是,心悦成夫, 但,但,呃, 成语的, 心悦成夫,叫做开心的放弃,你可以这样讲, 对,对,对,开心的放弃吗, 其实,对我而言,为什么要推荐成夫实验, 就是因为, 大家对成夫有太多的误解了, 嗯,对,其实, 根本就不是放弃, 其实,成夫是, 最积极的为, 就跟大家以为,老子的无为一样, 就是觉得,好像是, 我什么都不做, 其实,不是这样, 成夫的意思是, 顺应自然,顺应自然是, 今天事实已经是这样了, 嗯,那, 我们,因应, 现在宇宙给我们的, 或是因应这个事实, 我们做全新的接受, 甚至是把它当作是一个, 最美最美的安排, 那在这样子的安排里面, 我们可以顺应的这个事情, 做些什么, 嗯, 其实, 对,这就是真的成夫, 或是心悦成夫, 即便, 好,不管是财产上的损失, 还是说, 你, 亲人,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或是我们身体的病痛, 这些真的是, 大家都, 都知道, 真的很难, 一时间就觉得, 因为我们现在要跨到2022了嘛, 所以, 你能够推荐这本书, 就是要让我们再, 有机会返出, 我们可以, 对我们的2021臣服些什么, 然后, 对于那个, 发生偶然跟那些意外的, 或者是我们, 大家都觉得说, 不要再面对这样子, 这两年的动荡, 可不可以够了够了, 然后但是, 那个够了, 就是到底是够了, 就是想要再回到以前, 还是, OKOK, 我们可以顺应自然往前, 因为它就既然已经发生了, 所以, 我们可以再挺挺推荐这本书, 大家, 有在听Podcast, 或者是有看到影片的人, 可以先心里想一下, 你有没有, 哪些东西, 你觉得在2021, 你还是在那边, 就是, 你知道, 就是, 真的是, 就北宋, 哈哈哈哈, 无法沉默, 就是想改变它, 但越改变越无力感, 或者越改变越, 就是觉得说抓不到方向, 对不对, 挺有一些读书会的成员, 因为你是, 就是因缘际会, 就创造了出, 自己在台南的这样子一个, 跟大家分享, 共读的这样子学习力量, 可是你刚刚讲到的心悦臣服, 跟从刚参加读书会, 就像是2021, 要放掉2021的什么, 然后要臣服于2021, 然后迎接2022, 讲起来都很简单啊, 很会讲, 我们也都, 就是大家都很, 就是要立志自己啊, 可是有没有一些事件, 或具体事件, 是让你觉得印象深刻, 在读书会里面发生的, 你是说我个人吗, 还是, 可以, 然后读书会事件, 就是例如说, 他在家读书会想说, 什么啊, 什么臣服, 然后结果后来, 就是可能隔了半年一个月啊, 等等, 他们那个, 他们走, 稍微尝到那一个, 你读书会, 在跟他们分享书的那个精髓, 通常都有什么一些关键, 让他们开始感受到, 像觉醒的你啊, 或者是成福实验, 这书中的一些精髓或美好, 你是怎么陪伴他们的? 其实我很感恩他们啦, 这都很感恩他们, 就是说他们愿意把, 把这些书中的东西试试看, 其实我一点都不担心他们, 不管是看不懂啊, 或是到底成福是什么意思, 什么我们为什么要醒觉, 对, 我只要在我的角色, 扮演好就好了啊, 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些, 内在深处的挖掘, 对, 他们, 我认为, 其实不管是书中讲什么, 还是我现在讲什么, 一点重要性都没有, 对, 你可以就是大家都可以不要相信, 但是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 就是试试看, 试试看, 我平常都喜欢, 喜欢掌控, 掌控很多的事情, 或是觉得自己哪里有不完美, 然后还想要去骨子, 我们颠倒过来试试看, 就是说没有关系, 现在事情都这样子, 搞不好也是提供我们另一个, 另一堂课可以看见自己的, 对, 那如果, 好啊, 那我今天可能都不规划, 不计划, 我就是去这样的现场发挥, 或是很多事情就是很相信宇宙, 所以在这样子的氛围之下, 他们如果你要说, 他们忽然有重大的突破, 其实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是这样, 是他们一直在他们的生活中, 一直验证, 当男朋友讲了什么东西, 被击中了, 然后准备要大吵了, 那或是有时候吵完, 他可能觉得, 其实男朋友可能可能讲的话, 只是要让他更加认识自己, 或是想起一些, 一些就是自己没有注意到的部分等等, 就是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所以如果是说有特别什么印象深刻的话, 我想可以由他们自己来分享, 就是中午会邀请的嘉宾, 哇,还铺陈哦, 太好, 还有这样, 对啊, 因为其实很多事情发生很偶然, 就像这两三天也有一些, 就是关系上面的事件嘛, 那我们就不讲名字, 因为我觉得Focus在我们今天想要分享东西, 每一个关系都有无法臣服, 跟要去接受东西, 但是如果有些东西, 一开始就觉得好像没关系, 那个没关系不是刚刚的臣服没关系, 而是就觉得, 就是紧紧抓牢着, 然后最后事情爆开的时候, 就像火山爆发一样, 你们只像愤怒啊, 恨啊, 然后还有就是不谅解, 最后带来的可能走上官司, 或者走上就是整个舆论,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时候, 有这些书很好, 可以提醒, 让我们可以找回到自己的一些平衡点, 或者是我们有哪些东西正在创造着, 像挺年你推荐这本书的时候, 当时我们有聊到, 其实这本书出现的还蛮神奇, 他个人的一些从影视, 到他的最后出事, 这个故事可以听您在介绍这本书之前, 稍微分享一下吗? 哦, 这故事哦, 其实他的标题就写了, 他说从影视, 然后到上市公司的执行长, 他就是放手让生命掌舵的旅程, 这就是密奇有一天就发现, 好像有点怪怪的哦, 好像我认识的我不是真的我, 那他为了寻找真相, 因为你像婷婷我觉得有时候, 我们常常是, 人家是上市上跪之后, 然后去当影视, 你这个故事就是说, 当影视之后还觉得, 哎呦乖乖的, 他一定是领悟了些什么或怎么样, 然后结果又走出去到上市上跪, 上跪, 这故事可不可以在三分钟或五分钟, 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完整, 就是让我们在真的读这本书之前, 然后稍微破一些梗, 然后再是让我们可以再去读更多, 就是他的故事我想要听听, 你有机会再跟大家多分享一点, OK, 其实他不是, 他不是一开始是影视, 他一开始是一个很不错大学的商学院的博士生, 那他就是在读书期间, 他发现, 他发现就是我刚才说的, 他原本想象中的自己, 好像其实不是那个真的自己耶, 他认识那个自己, 好像是他一个头脑的声音, 然后每天要跟他说, 你应该做这个啊, 你赶快去做这个啊, 你这还不够好啊, 然后女朋友怎么样, 对对对, 就是他发现, 那好像不太对, 那他就想要找真相, 所以他一心一意就开始想要去找一个地方静僻, 那最适合的地方当然就是他希望自己住进森林里面这样的, 好好的先找到自己是谁在说, 那刚才永汉问说, 那他怎么又走出来, no, 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走出来, 他在做效果, 他从头到尾就在森林里面完成这一切, 刚开始只是因为他要在森林里好好的静僻, 于是他找了三五好友帮他一起盖木屋, 没想到他的朋友包裹就是设计的图是非常完整的, 那他们还真的凭借他们三个人的力量, 可能在六个月, 我想大概是六到十二个月之间, 就把那个木屋完成, 然后后来他就只是要这样子就开始过他的宜家室生活, 结果附近的警长也想要盖一个木屋, 然后就请他帮忙, 结果盖完警长的之后, 周遭大家就开始陆陆续续想要请他帮忙, 这时候变成好像是一门生意, 他只好去注册成一间合法的公司, 对, 那他就开始了以爱建造的这样子的就是工作开始这样子, 那后来又是因缘际会, 像他到城里, 然后发现当时的电脑一点都不补及, 而且还是那种很大很大的, 那当时第一代的类似就是可以打字的有一些系统的就是雏形, 那他就摸到了, 摸到了之后, 他仿佛有一股无法言语, 好像对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非常的熟悉的一种很奇妙的感觉这样, 所以后来他把他抱回家, 他就开始自己不断的摸索, 那因为他是几乎是先取嘛, 那自己就就开始写了城市, 结果写的城, 他因为当时没有什么太多人写系统化的城市, 对, 然后也是因缘际会之下就开始写了一个医疗的城市, 那后来经过经销商发现, 哇, 试验上人还完全没有, 所以经销商就跟他谈, 说可不可以请他写, 然后因为现在医疗系统啊, 然后又结合保险, 因为美国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就是很需要这一套, 然后才这样一路就是从他一个人一人公司好几年后来开始请助手, 然后到最后竟然要上市上轨, 然后甚至同行都要来跟他一起联手这样子, 对, 但他从头到尾这件事情都是在森林里完成, 因为他的, 他主要的初衷是, 他绝对不要再失去那个泥镜的片刻, 所以说实在, 他到底在内在里面花的时间或是心理比较多, 还是即便后来到了上市上轨, 他即便后来到了上市上轨, 他都还是在每个礼拜四个礼拜日, 应该是这两个日子, 就是固定在他的圣堂里面, 就是带着大家一起进行果实, 对, 一起共胸, 这个部分我想补充一下, 因为我本身还没看过这一本书, 但是很多人看过这本书的时候, 还有两个世界的人会出现, 有一种人就躺在家里, 就像以前有个那种饼干放在那边, 反正他躺在那边有人就在圈一个饼干, 他完全就沉浮了, 那最后那故事大家都记得吗, 那就, 但那个有一个关键点, 另外一个世界的事, 就是就如那个听你所说的, 他的那一个状态, 他有一个流动, 他很规律的在做, 自律很重要, 就他还是在沉浮中有一个规律性, 就像你刚刚说的顺应自然的流动, 什么东西会流动, 他还是会有一个循环, 或者会有一件事情规律的做, 那他在沉浮于自己每天, 每天还是有一个沉浮感, 但是还是有自律性, 然后这本书, 我就觉得不好说, 但是好玩的事情是我看到两个世界的人, 就是他完全, 在那个沉浮实验里面, 完全被打趴, 因为他在里面看书只看了一半, 你懂意思吗, 就是他完全就是, 就是就觉得就坐在这边, 礼物就从前上掉下来, 然后他就在等, 他就觉得说奇怪, 不是什么显化法子吗, 这怎么就都不灵验了, 然后他还, 还在那个觉得自己在那个沉浮里面, 然后就是说, OK, 我现在身上只要没钱, 我只要跟别人要, 他不要给我, 有票给我都是会, 可能会给我, 不会给我, 或他会给我一个便当, 或一个饭团, 然后我, 我的沉浮是, 反正我都会好好活着, 好, 这其实也是一种沉浮实验, 可是他心里, 可能会对于这社会说, 你看吧, 这社会都是资本主义, 然后你看大家就是, 反正给的给我吃, 也不会就是, 就是给我可能, 这种就是, 突然就给我一百万或两百万, 我有就是, 我有, 那个虽然不至于是朋友, 但是就是有, 有一些人在沉浮实验的分享里面, 有些人还是, 你知道吗, 看完书之后, 实验完之后, 他心灵上面很amazing, 但生活上他走向一个很有趣的匮乏, 更大的匮乏, 而且是有点反社会主义的, 就是有点反政府主义的, 但是大部分还是, 有好好真的是, 看得懂书中的经验跟智慧的时候, 他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他有开始知道, 要往一个内在的, 就是真正的那种渴望跟需要的, 像刚刚作者提琴分享叫做宁静, 他怎么样在每天保有规律的宁静里面, 继续发现奇迹, 然后把这些资源整合在, 他有一些, 在宁静里面长出来的天赋, 或者是灵感, 甚至是可做的事情, 还有一些过去他的事情, 并不是什么都不做, 他之前还是有所谓的商学院博士, 他还是有某种程度的东西, 只是他在原本的那个程式里面不work了, 但是因为里面有一件, 他心里的那种, 就是真的的一些核心渴望, 没有办法去滋养他的那个, 商学院的背景, 就是他先把自己的那个, 内在的那个, 那种东西先搞清楚, 他到底要什么之后, 臣服于那个东西, 然后再让他自动带出去, 就我刚好想到这两个故事版本, 因为这本书其实, 蛮有一阵子的, 对不对, 对, 这个书也是买得很早, 你有跟我一样, 就是有稍微, 就是有遇过, 就是陈福实验, 然后只活在那个糖衣里面的吗, 我可能没有亲自, 那你也懂我刚刚聊的东西吗, 我完全懂, 这个就是对陈福很多的, 我刚刚讲的, 可能误会了, 我坦白讲一句话, 我不知道适不适合, 我坦白讲, 其实刚刚那样的陈福啊, 他的内心是充满反弹的, 是一种反弹的情绪, 对, 他是, 他用头脑在陈福, 就是他的心并没有接受, 现在就是资本主义啊, 就是选择这个时候来投身地球啊, 嗯, 对, 其实陈福, 我们要真的认真看这本书, 你会发现, 米奇对于每一件事情, 不管是灵修, 不管是任何一个阶段的他, 他是百分之两百的权力以赴, 因为他完全把自己交出来, 这才叫真正的陈福, 嗯, 嗯, 他完全投入宇宙现象给你的任务, 然后完全沉浸在里面, 把神交付给他的事情, 尽力做到最好, 至于结局怎么样, 没有关系, 结局怎么样, 我们都接受, 这是沉浸, 嗯, 是完全的投入, 完全的接受, 所有的, 所有的结果, 然后不抱其待, 但是在过程之中, 进行警力, 不抱其待, 婷婷你说这句话很重要, 因为刚刚讲, 我讲第二个沉浸, 这样听起来又很共识性, 只是因为有许多的女性或男性, 在关系里面, 他是被, 被, 被, 就是被压的, 但他自己不知道, 因为他对于那个期待, 也是期待, 就是有一个依赖感, 所以他, 当, 如果他, 他对于沉浮的里面, 前面的是反弹, 但另外一个是, 觉得, OK我沉浮, 就是我嫁进来了, 或者我取到了, 然后就要沉浮, OK, 可是这个嫁进来跟取到, 你一开始到底期望些什么, 你刚刚说的不抱其待, 那个是投入, 我投入一个家庭, 我生了小孩, 或是我就是在这里面, 共同有一些回忆, 其实都是值得去, 从这个结果里面, 再回来看, 学到今天什么, 但有时候, 那个受窗的心态, 没有在, 你刚刚说的不抱其待的时候, 那个臣服就又是假的, 懂我意思吗, 我们是推荐这本书, 不要讲太多, 等一下再过三分钟, 我们要推荐第二本书, 非常好看, 你还有其他天呢, 我的天哪, OK, 我刚刚聊的第二个, 你有什么感觉呢, 我好刺激哦, 你说, 你是你说的, 就是可能我们, 我们在做很多事情, 他直接接受那个委屈, 就是他的臣服之后, 都加进来了, 都就取到了, 然后就开始都在work on, 就是在处理那种, 他臣服是一种压抑, 我都有一种这种的事件, 你有就是有一些, 社会事件, 好像也是会有这种, 另类臣服, 对不对, 其实后, 我觉得, 反正, 发生了什么事, 或是我们过去做了什么决定, 都没有关系, 因为事实是老大, 真的, 事实第一, OK, 那我今天既然嫁进来, 那我嫁进来之后, 如果, 我就是扮演好我线下的角色, 我并不觉得, 我今天成为浓浓人的, 真正有名分的另一半之后, 他应该怎么样, 或是谁, 应该要怎么样对待我, 不管是, 不管是自己的家人, 对方的家人, 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我只要, 我只要好好接受, 我现在这样, 那我只要好好的在, 就好, 对, 我只做好, 我们的痛苦的来源, 其实大部分就是, 因为期待, 我期待我自己更好, 我期待我自己的小朋友, 人中之龙, 人中之凤, 我觉得我的另一半, 当然要怎么样啊, 虽然说, 当然这个社会有, 有太定的价值观, 道德观的人, 对, 但是如果, 你对他没有期待, 或是你把自己这个身份抽掉好了, 你不是他老婆, 当然, 而且我可以理解, 就是很多人, 即便不是在那里, 你还是觉得不可以这样啊, 等等, 但是, 你觉得不可以这样, 但是事实上是这样, 受苦的不是他, 受苦的是我自己, 对, 所以你这里面有很多的学问, 尤其是你讲出来的东西, 就是你刚刚说结果, 从结果再回推, 很多人就是需要在这里面, 可能要翻脚格一阵子, 或是一定也得经验完之后, 才知道自己有没有哪些城市, 你刚刚说到的, 就一开始开场跟我们讲的, 有一些方程式, 然后自己是不是就, 就也在, 就大家的想要的样子, 我也同时投射一些那样的期待, 所以并不是说好或不好, 或者是, 那个共感, 或者是在讲, 我们在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书里面, 尤其是婷婷说的第一本书, 城府的实验, 我觉得, 与其听我们两个分享或推荐, 不然你把自己的, 就是在2021的有一些事件或故事整理一下, 然后呢, 当你准备好的时候, 就一定要记得哦, 准备好的时候, 我觉得婷婷能够把这一本经典人书推荐给大家, 那也是我们共感周的第一个, 就是开场, 我们2021还有哪些, 你觉得可以在城府之后, 后面的背后意义什么, 但不是表面的城府, 都也不是表面的认为, 而是那个里面有是你对自己的理解, 而且是受苦的不是自己, 那那个可以是什么, 我觉得是今天婷婷分享第一本书的重点, 那婷婷分享的东西很精彩, 你会讲故事呢, 刚刚那个, 光那个作者就知道说, 你这本本书会有陪大家一两次吗, 还是已经, 啊, 我刚才网路好像连连小小的不问, 尤其可以再说一次吗, 好, 这本你通常带大家读书, 是读了一次之后, 多久会有一个循环吗, 然后读书会成员是会一样的吗, 其实, 其实没有, 没有循环, 但是, 但是因为有时候会有中, 真的非常非常渴望参加的新成员, 那这个部分我就会精选起几本是觉得必读的这样, 所以全部实验, 这本书我已经带过四次了, 因为我曾经在台北有两个读书回家, 对, 所以台南两次, 台北两次了, 四年你走了四次, 然后这本书, 因为我知道你不只有分享这本书, 有时候, 我上一次去台南的时候, 我还看到你一次要大家就分享, 也是一样, 今天两本书我想说, 哇, 大家有压力哦, 很有那个哦, 有规律哦, 两本书不是最高, 有收三本, 现在不会了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啦, 重点是你的心, 就是这个也是你在, 在在, 就是你打从心里, 我知道, 因为我听你有时候要分享读书会, 我觉得很多人就是, 当然我们都很有灵感, 我自己也是, 可是我会反, 再反推来回应, 哪些事情是我说了, 结果我打从心里有规律做的, 我也会自己一直在沉淀, 这个是你有说有做以外, 然后我们还可以, 你知道其他城市来旅行, 或者出差的时候, 还可以随便呈见到你的读书会, 当然就是你愿意, 那个开这门, 这是, 是需要审核的啦, 就是大家要真的愿意, 然后OK, 然后看婷婷有没有时间, 但是他都, 都一直都有, 能够提早把事情安排的很规律, 因为我知道他之前, 有当过老师,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偷偷讲出来他的秘密, 所以就是, 很有那个带领传承的那种能量, 然后就在他身上, 会有感受到那种推动力, 那我觉得一定要再准备好, 你才知道你到底要, 要, 要, 要接受哪些讯息, 然后他可以带你是什么, 因为他, 其实婷婷大可以不用开读书会啊, 他自己生活也过得很好, 因为他, 他有很多自己也站在创造, 但我觉得有人愿意, 开读书会, 不论是不是婷婷, 我觉得读书会这三个字, 就是一件很美丽的事情, 那我们, 时间现在, 接下来还有三分之一, 所以我想把三分之一的时间, 交给觉醒的你, 我需要调整那个slide吗? 好啊, 好啊, 就我们这个, 觉醒的你是第二本书, 那婷婷怎么会想分享这本书? 等我一下哦, 因为我的脸挡到字了, 直接说我为什么会想要分享, 觉醒的你是不是? 对, 他非常非常酷耶, 就是觉醒的你, 他又很, 好, 如果我直接告诉你说, 你其实认识的你, 根本不是真正的你自己, 或是, 吓人好吧, 我们的观众, 听众跟观众, 可能是第一次看我们, 就想说什么意思, 我是谁, 我在你, 没有错, 没有错, 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或是, 或是很多禅宗, 对, 说参啊, 你要问自己我是谁啊, 或是连即便刚才讲, 臣服, 臣服是什么, 他又, 因为我们都其实或多或少, 都是受到西式教育的影响, 都是用比较偏重邏辑的, 对, 我们的教育比较不强调使用太多的直觉, 凡事强调, 有贫有据, 眼见为贫等等, 好像你看不到就不存在, 但是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请问你看得到爱吗, 对不对, 但是爱却是存在吗, 对不对, 所以会知道说, 其实这里面好像, 好像有一点bug这样子, 这几位性能力我觉得太厉害了, 就是他把我刚才说的, 你如何找到真我, 听起来好像很抽象哦, 他用很逻辑的方式告诉你, 你从来不是你的想法, 如果你就是你的想法, 你怎么听得到, 你怎么听得到这些声音, 其实本体自己, 真正的你, 你其实是看不到的, 好, 比如说为什么有这个宇宙的创生, 那就是宇宙可能想要更多的认识自己, 所以他分出去一个, 他为什么分出去, 因为他分出去这一个, 他就知道这个不是他啊, 对不对, 那分出一个, 那我只知道这一半不是我, 那我再继续分出去, 我一直分, 一直分成这样, 哇一大堆, 哦你就知道, 这个也不是那个, 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 所以其实, 如果, 如果你就是那一个声音, 或是好比我, 就是吴廷威, 我其实说不出来我是吴廷威, 好像很抽象, 不好意思, 就是表达的没有那么精准, 这么好, 那大家欢迎就是细细的阅读, 就是觉醒的, 他用非常逻辑, 可以理解, 甚至可以应用在生活当中, 你可以试试看, 就是觉得, 原来这个声音并不代表我这样, 我觉得可以参加到你读书为人很幸福耶, 可以, 可以一直想说,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哈哈哈哈, 其实你说的东西就是, 我完全就是可以有共感, 就是说, 那东西它必须要有一个, 我觉得也是要准备好听, 我们在推荐什么, 或者是在分享什么, 然后甚至是其实也许, 去臣服实验之前要先觉醒的你, 然后对臣服才更有感觉, 还是要有些事情让你不得不臣服, 突然就只可以觉醒了, 它好像也要有一些事件跟, 跟一些发生, 才能够让婷婷在刚刚叙述事情, 是她已经累积成她内在的一种, 空间的经验, 或者是理解, 让我们在听的时候这样说, 哦, 我有哪些事件是这样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同样一个静心的时间是, 2021年, 有什么东西就像刚刚在说的, 有哪些东西其实, 嗯, 是你也不属于你, 或者是属于你, 但是你要把这个, 你把它分化出去, 它可能是一种分享, 可能是一种理解, 可能甚至是, 我们可以, 你可以在进化了, 又可以到一个版本, 所以, 是不是有些东西正在好像聚散聚散, 觉醒是不是这个, 我们也不能说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 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就是变, 我觉得在这里面也是,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起点, 也是一个重点, 然后婷婷在刚刚讲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随时按暂停啊, 因为这档案会给你们,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聊到有些东西, 尤其是婷婷刚刚前面分享的东西, 我跟你说都超重要, 但是重要的到想说, 她在讲什么, 不是, 她每句话你听完一遍之后, 你就可以按暂停, 就想一下, 嗯, OK, 好像懂,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比较重要, 并不是婷婷说了, 分享了, 她读书会, 然后带大家, 还有她自己, 可能跟大家一起成长之后, 有一些这些语言经验, 然后我就, 就听完之后就睡着, 也可以, 可以感受这个频率共振, 我觉得更多的事情是, 共感受就是跟大家一起, 跨过这一个, 一个中置的时间点, 然后, 应接2022, 所以, 以往我们都是用语音的方式, 这一次又可以看到, 她整理了一些东西, 然后文字, 然后她跟她的伙伴们, 一起整理的一些精髓, 所以可以停下来, 然后拿起你的笔记本, 然后写下来关于属你的故事, 如果自己的故事没有带进来去整理, 那也很好, 它就是一个故, 它你今天听了一个很好的广播, 更如果你可以把它放在生活中, 就可以去, 嗯, 去实践它, 就是去完成, 你觉得你2022想要完成东西, 去许个愿望吧, 然后, 在这个觉醒的, 你跟成分的实验有些什么, 那你不知道怎么打断, 因为, 我觉得前面因为东西太珍贵了, 然后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个, 嗯, 就叫大家鼓励它直接暂停, 然后进行空间, 然后准备好了, 继续听我们下来的分享, 好不好, 嗯, 好, 刚刚好, 哦, 那这个内文, 指示死亡, 才能时刻活出生命, OK, 可以用你的语言来去分享一下这一面, 就是, 怎么会被揭露出来, 去到死亡赋予生命的意义, 证据, 那我, 我, 我大概的念一下, 让大家很有感, 感觉一下, 想象一下, 如果你知道, 一个星期或一个月内会死亡, 扪心自问, 你最后这一周会做些什么, 假设在生活中完全没有想到死亡, 然后死神来找你, 并说, 走吧, 时间到了, 你说, 不行, 你应该先警告我, 这样, 我才能决定最后一周想做什么, 我应该再多一周才对, 你知道死神会对你说什么吗, 他说, 天哪, 过去单单, 这一年, 我就给你了52周, 再看看所有我曾经给过你的, 为什么你还需要多这一周, 之前所有的时间你都在做什么, 如果这样问的话,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你会怎么回答, 我没注意到, 我没想到要把握时间的重要性, 想象一下一个人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被告知只剩一周可活, 他仰望医生说, 我能到户外走走吗, 请让我再看一次天空好吗, 如果外面正在下雨, 他会想要感觉你, 只要再一次就好, 对他来说, 那将是最宝贵的事, 这个事情的事, 但现在你不想感觉你, 会边跑边躲雨, 他在说我们, 许多人认为, 有人觉得, 死亡会从他们身边带走一些东西, 有智慧的人则了解, 死亡不断带给他们的东西, 死亡正赋予生命意义, 抛弃生命的人是你, 你每一分一秒的浪费生命, 你忙着想接下来要做什么, 你没有活出生命, 而是活出头脑, 大概是这样, 好像还有下一页, 还有下一页, 他是类似在说, 这会发生在某人知道自己只剩一周可活时, 你可以确定他们会告诉你, 曾有过最重要的一周, 就是最后那周, 每天, 每天是在最后那周, 更有一亿百万倍, 那为什么你不每周都那样活着, 好哟, 大家下一周要做什么, 就直接放上这一周吧, 共感周, 共感周就是好好听共感周, 不要说什么, 哇, 你一定要这样震撼我们嘛, 对不对, 对, 是不是真的, 我每天, 如果我们真的可以, 我昨天在睡前啊, 对, 就在想说, 如果死神真的来跟我讲说, 今天是你最后一天这样子, 那我应该说, 我还有二十四小时, 可以在这个世界上, 那我会做些什么这样子, 那我可能会一样求着死神说, 只有最后二十四小时吗, 他说好, 那没有关系, 我再给你七天好了, 对, 那我的优先数字曲, 是不是会有很多的调整跟改变, 对, 那这已经够震撼, 等一下, 等一下我们还有几张好朋友, 会看到说, 我们平常的生活的, 的依据, 可能并不是用爱来, 引领我们的生活, 有, 我们要继续吗, 然后这样可以结合的, 分享也不错, 好, 因为这里面太多东西, 我觉得我先把它吞下去好了, 先不反, 先不回应任何事情, 我觉得那个感受, 已经共感在大家内在的一些情境里了, 嗯, 接下来, 好, 接下来, 看见我们, 最后是用意志来做什么, 这都是节路, 好, 很令人惊讶, 事实上我们是逆着生命之流, 去坚持自己的意志, 如果发生不喜欢的事, 对, 好像字没有选好, 如果发生不喜欢的事, 我们便对抗它, 但既然我们在抗拒的事早已发生, 抗拒有什么用, 最后你会发现, 这种抗拒极为浪费能量, 就好像试图阻止一片叶子掉在静止湖面激起的涟漪, 你做的任何事都会引起更多的骚动, 混乱而非更少, 造成问题或压力的不是事件本身, 而是你对生命事件的抗拒, 嗯, 这也是沉浮的力量其中一种精髓吧, 怎么去在事件发生的时候, 就是一样可以抗拒, 但这个压力本身可以去转换是, 它是一种结果带来的事件, 我该怎么做调整, 而非只是看什么事件不要再发生, 然后抗拒那个在此发生的理由, 然后就一直用抗拒的方式, 其实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好提醒, 但是最简单的是, 你就只剩下24小时可以活, 那发生, 你会, 哇, 你每一件事, 每一个人, 对, 每一个发生好或坏, 都是几乎是最后一次的机会, 让你去体验这个体验, 哭这时候感觉, 不快乐之后也感觉不到, 然后肚子饿也感觉不到, 对不对, 连病痛也感觉不到, 这是你最后一次体验的感觉, 是, 那你如果是你吃东西, 我们还会一定要配着YouTube, 对不对, 那些那些影片, 或是你还一定要, 一定要搭配什么更多的感官享受吗, 你恐怕会慢慢的咀嚼, 吃到那个食物的最高脾气, 然后我们直接接着下一张是, 我觉得都是彼此呼吁, 然后我们最后也可以再来, 回来聊, 我要谢谢婷婷跟读书会的朋友, 因为就是其实我们就可以跟节目一样聊, 但是我还是在很短的时间, 就觉得有文字可以辅助, 所以那些小小小小小小字, 如果有打错, 无妨, 我觉得主要是能够让大家能够, 如果想要听了之后, 你想要有同步的体验是视觉的, 你就可以看到我跟婷婷, 还有他们为大家准备的文字, 对啊, 谢谢, 好, 穿越为自己打造的牢笼, 好, 那这边, 这边本来有一个11页的故事, 这个部分, 叫大家去看书啊, 叫大家去看书就好了, 是不是, 没有啦, 先听你分享, 为什么要推荐, 那个, 141页到189页这里面的一些精髓, 然后在这本书, 他们可以收获到些什么, 然后你们有没有一些金句, 先揭露出来, 让大家可以去自己去参, 这一本决心的你这本书, 嗯, OK, OK, 我, 我, 就是容我稍微简短一点点的说, 到底, 这两个故事到底简短的是什么, 好了, 那, 就是, 他给我们的故事就是说, 你在一个风光明昧的早上, 这样子, 你在一片大原野, 结果你忽然想要一个很安稳, 舒适的室内空间, 所以你尽心尽力, 打造了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室内空间之后, 对, 那, 那因为你不想要有任何环境上的干扰, 所以, 你连窗户都没有开, 就是只有一扇门这样子, 因为你不要任何, 任何外在, 不管是光影啊, 风啊, 等等的威胁这样子, 那, 那后来你为了, 你, 你这样, 这样子盖, 你后来为了增加它的舒适度, 你一定会开始, 启动很多的灯, 对, 那, 刚开始也许没有灯的设备, 你是用很多很多的蜡烛这样子, 然后再后来营造, 营造很美的灯, 然后后来你甚至为了舒适, 然后你请了一个可以跟你沟通, 但是又不会打扰你太多的一个室友这样子, 那一切都很完美, 但是后来你发现你的蜡烛快要没了, 你后来发现你的蜡烛快要没了, 然后结果室友就是, 就是发明了灯, 然后让你就是很雀跃等等的, 然后但是有一天你在书上看到说, 其实光线很明亮, 只需要你不要有这个堡垒, 有一种本来就存在于大自然的, 因为你已经忘记太阳这个东西了这样子, 其实你只要踏出户外, 然后就会享有一切, 而不是你在室内苦苦营造的东西这样子, 对, 对不对, 可能大家自己去看它会精彩很多这样子, 你说的很清楚啊, 因为这个部分因为主要婷婷在鼓励大家怎么去体会这本书, 那你刚刚说的故事我觉得已经具体到, 你已经帮我们读完那本书的一些文字了, 然后大家又在感觉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很好, 然后我觉得你在那个里面主要要讲的东西是有限跟无限, 如果在有限的状态下会一直积极的去让事情不要再是好像没有, 可是其实有其他的东西是我们要去去找到那个自己怎么把事情, 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有限的里面, 本来就已经有既定的东西是, 我已经是本来就是在这有限的流动里面其中一环, 那如果用有限的脑袋, 就是一样是脑袋, 去认为现在当下的事情的时候, 那就是婷婷刚刚有特别提到的, 就是这就像是一种主色的能量吧, 或者就是永远的无法自由, 像例如说我们常常会想说, OK,我们要think outside of the box, OK, 所以也许我们会就是要想一件事情要跳脱出去, 但是还是要有一个箱子, but如果if there is no box, 就是如果连箱子都没有, 那那个think outside of the box, 就是要跳框是考连框都没有, 那那个想法是什么, 可能它是一种选择, 不代表说我们都要这么想, 可是可能它也是一种, 一种, 其实限制可能也都是在自己的防御机制, 跟有限机制里面去, 去出来, 那但是有些东西叫做安全感, 或许我们需要从箱子里面去建构我们的安全感, 但我们会成长, 所以可能箱子装不下我们了, 它要装别人, 它要装一份爱的传承, 你不用再待在这边了, 有点像是脱离期待的概念, 然后断掉一些就是依来依附关系, 可是但是如果脑袋没有准备好去思考, Darius根本就也没有box, 那那个会是什么, 你这个牢笼非常赞, 很会推荐, 我们最后三分钟, 只是三分钟了, 嗯, 我知道很精彩, 所以呢, 这个婷婷明天会继续为我们推荐, 就是书籍, 对,所以陈福实验, 以及决心的你, 这总共的时间很快的, 快要一个小时, 我们本来想做40分钟, 不过不可能, 我还没听到婷婷说的故事, 而且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面, 可以多听听到她在读书会里面, 一些实际的分享, 然后我已经可以感受到, 她像你的读书会的人很幸福, 然后虽然我们不在台南, 我在台北, 但是我居然可以用这种线像共感做的方式, 一样去听到婷婷推荐书的那种感觉, 我已经在你的读书会里面, 或是在听到这个影像里面, 你都已经沉浸在婷婷的说故事的那一个气氛跟氛围里面, 所以如果还想听到我们更多的声音, 然后想要听她推荐的下一本书, 我们在共感周, 接下来有其他精彩的推荐跟分享, 那我们就到下一集见咯,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永恒, 拜拜, 一游未进就等, 等后期间, 无法, 哈哈, 呵呵呵, 好,